我就说刚才怎么出来个这玩意儿 说实话 如果说饿死这边得看哪种饿死 如果你想主动饿死 那还是有可能的 绝食嘛 但是如果你想被动 实在没办法真饿死了 那说实话那也是个天才 对 所以结合就目前的这种情况 你想饿死 那你就是主动饿死 对啊 99.9% 你就是实在饿的 感谢 你出去你随便找个店 你说不是饭店或者是 你随便找一个户人 你说你饿的实在不行了 你让他给你买两个馒头 你不要钱 他都会给你的 哪寻找到 那官方也都有这样的机构呀 每个地方都有救助站呀 你就去派出所 对呀 你就去派出所 你说你实在饿的不行 他都会 你好的吃不上 他会给你吃他的工作饭 每个地方都有救助站呀 对 而且他租的房子 好像我看到 我也不是 我看 我刷今天刚刷的支付 像说的是 20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 现在是大学生毕业 房子里面租2000块钱 你就认了 对呀 网上面我也看到了 这边的话 很多人在那边去说 他这2000块钱租的房子 一点都不贵 这边说什么 50多平的房子 是不是50多平的房子 说50多平的房子 2000块钱一个月 一点都不贵 我都在想 我们单位的同事 那好赖人家也是律师呢 当然只不过是比较年轻的律师 但是年轻律师 真存状态也蛮惨淡的 但好赖 也是一个律师 听起来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那么一个还可以的那些 那在外面租房子 在南京这边租房子 都是跟人家合租 他自己一个人租一套房子 怎么可能真的是 没钱真的饿死吃不了饭 我是干程序员的 2000块钱 我都是租1000多块钱的房子 我2000块钱 我都找1000到1500 对啊 南京那边 就逃出那种超边缘郊区 也逃出那种市中心 那种很好的这种房子 就正常的 这种普通的居民小区 一个房子里面几个房间 一个房间租一个人 跟人家合租的 基本上都是1000到1500之间 对 还有一个 还有很多人在满院 什么正在的生活 什么什么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也喜欢看那种 什么10这种读者这种东西 那时候我感觉 我也是一个愤青的 现在我感觉 我也十分讨厌 那时候的自己 但是我现在想 如果中国像欧美 英国那些 掠夺世界的资源 掠夺100年 那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是不是过得也很好 对不对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现在中国 已经做得够好了 但虽然有一些不足 那我们是不是 需要时间去改正 而且在世界上 对普通老百姓好的 对底层人民好的 我跟你没有比得上中国 我一直秉承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网上面有一些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的地方 网上面这些人的逻辑呢 是很弱智的 他看我辟谣 他看我说国外不好 他这边就拼了命的 说啊 那就你先讲吧 讲完我再说 你要想一下 对 你开那些弱智的那些人 你要想一下 中国的本科普及率 才多少 对不对 所以啊 是不是 这其实不是本科普及率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这个最基准 我认为就网上面 有一些人的智商 是你但凡接受过 901U教育 你都不应该会产生那种 言论 或者说产生那种观点 这已经跟什么本科比率 没有没有关系了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他 就好像很多 像我妈妈来说 你像他 比较像一些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 什么东西 玩的那个 那是这没办法 吃多了什么 这种东西 一些公众号 他就相信了那一种 那老年人的杀伤力太强了 这个是真没办法 这个只能靠官方整治 类似于那种 这个只能靠官方整治 而且其实 我也一直想说的 中国对那些 第三个人已经很好了 最近几年的工程 就是像什么 扶贫 我感觉你扶贫 真是中国做的太好了 真的 我感觉最近这些年来 没有比扶贫做的还好 还好的这些东西 你不管 在扶贫的过程中 那些当地的那些干部 他或许或多或少 他可能就是 有一点干净 但是总的来说 会就是对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你从那些人民 开始得到的一些实惠 你将内心 我继续接 刚才麦上面 这位兄弟的那个话来讲 现在网上面有一位人 已经逻辑弱智到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经常有一些视频 是辟谣的 或者喷一些公知的 那基本上就会让一些 很弱智的人出现 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明明是在辟谣的 我是在喷公知的 在他们的老神经里边 或者在他们的老回路里边 我之前就说过这个问题 就好像等于说 我说了我们这边一片大好 什么都是最好的 什么都是最完美的 他们就想出我的脸 他们怎么出我的脸 就拼命给我发 各种所谓的负面报道 好像总有一种觉得 叫他们把负面的报道 发给我的 确实这边发生了一件 真的是负面信息的 这么一个事 比如说刚才那个人 就在那边 就是拼命的喊烂尾房的 那个东西 就好像他说了烂尾房了 就算因为我们这边 有烂尾房了 所以说我之前的辟谣 都是错的 我之前讲的一把 国外的那些事情 也都是有问题的 这什么狗屁逻辑 那不就是这种吗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为什么 我一直说的 我一直强调的 说要就事论事 然后要怎么样 那就是最近来源 我从来没有说 我们这地方什么东西 什么都好的 什么都是最对的 有什么问题 你就说什么问题 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就讲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有的人在拼命的 在编造各种内容 在编造各种信息 去硬广那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 说女大学生 然后饿死再粗粗 这个事就是的 你是什么事 就是什么事 结果他一定为了 要满足他内容说的 我们这边名不聊生 一片黑暗 事业率有多高 经济有多惨淡 这边所有老百姓 都是全是牛马 然后压迫的多 他为了想营造 他想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拼命往这个人身上 编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这个东西 上你不是纯扯淡吗 或者一说就是国外 什么都是最好的 比如说国外 为什么没有贪污 国外为什么没有腐败 外国人 为什么全部都讲诚信 为什么欧尾 这边不讲人情事故 一说就全是这些玩意 那不闯耳闭吗 一直在我直播间里面 上窜下跳 这什么鬼啊 一直不惜得搭理他 这边又要上卖吧 这边又不上 9块9都花不起的话 那你就别花了不就行了吗 那边上窜下跳 我拉黑他了 还这样遭遥的 我要拉黑你的 你是怎么在我这个直播间里面 打出来这个弹幕的 这什么鬼畜逻辑啊 我要是拉黑你的 你压根拒不了我直播间 你直接从直播间里面 强势的退出去了 你在我直播间里面 打一个字 说我拉黑你了 大哥你不觉得你出现了 喂 你好 说话的今天吗 听到 你好啊 没事慢慢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解禁了婚姻登记流程 但是他离婚流程 他为什么给他上了一道枷锁呢 上了什么枷锁 还有冷静期 还有两次撤回 两次撤回 行 那这个样子的话 首先第一 简化流程是可以的 结婚登记确实一定程度上 没来说是简化的流程了 但是登记条例里边 有关于离婚冷静期这一块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已经讲了 这话不是新规定 这个是21年民法典出台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东西 你认为现在的登记管理条例 有没有加生离婚的难度 没有加生离婚的难度 那在没有加生离婚难度的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结婚登记相当于是 只是简化了一个流程 原来的话 我这些视频里面已经说了 这边的话 原来其实就不用承认 不是说现在都不用户口本了 原来也不用户口本 或者说原来也不是非要户口本 只不过是减少了 大家跑一趟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你觉得这个里面的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简化了登记流程 为什么不能简化登记流程 为什么简化登记流程是一个问题 登记跟结婚跟离婚 它应该是相等的 你确定 我说按照法理来说 应该相等 应该是相等 你确定 你不是说 你如果婚姻自由 它就应该登记跟离婚 它都是相等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 我视频里面已经取得很简单的 请问结婚需要几个人同意 才可以结婚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放在中国社会 不可能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呢 婚姻是放在中国社会 你婚姻你就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 两个年轻人结婚 绝大部分而已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认为 在你的正细观念之下 结婚 两个年轻人结婚 应该是都由双方父母同意 是吗 不是父母同意 是父母不反对 那如果父母反对怎么办 父母反对 你就算是结婚 你这以后 基本上也是过不下去 大部分 你别管这个 你别扯这个 我们就扯法律规定 现在父母反对 一对小情侣结婚 那在法律上面 应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什么意思 一对小情侣想要结婚 但是他们的父母 不同意他们结婚 你觉得法律上面 应该是同意他们结婚 还是不同意他们结婚 雅迪娜要跟我连 稍等一下 马上跟他连完 我再连 好吧 几分钟 你说 父母不同意 跟在法理上结婚 没有任何关系 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什么 一个是法 一个是现实的生活 你父母他不同意的婚姻 你觉得你能孤单下去吗 所以你要跟我谈什么 你到底要跟我谈法律规定 还是要跟我谈什么 所谓的道德 还是说所谓的什么公共秩序 你要跟我谈什么 我是说这个法 他两边自由程度 他不对等 是不对等 我也承认 两边自由度确实不对等 因为结婚 要两个人同意才能结婚的 离婚的话 只要有一方不想过了 就可以离 确实不对等 我可能表达有问题 我不知道你表达了 有没有问题 反正我确实 我认同你这个观点 结婚和离婚不对等 离婚的话 你不管怎么样 这边是只要有一方想离了 不管他的难度如何 他这边最终 是可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但是结婚的话 只要有一方不同意 没有任何情况 在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之下 法律能允许两个人结婚 确实不对等 还有一个你简化了结婚流程 他斥地引起的冲动性 结婚很多 怎么 为什么呢 这是肯定的 为什么肯定的呢 你是单身狗吧 我是不是单身狗 和跟这个有什么关联呢 一看你就他没经验 你这边有很多结婚经验 怎么说 你说 我可能语言不好 我组织语言方面 他有点问题 好的 那你慢慢组织 组织好了再来 这边反正等你呢 我都替他折磨 我跟你讲 说你们雅典娜要连我什么